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旋观影,我是阿湘 今天继续与大家解说今天美剧《月狱》第三季第五季的剧情 上集说到,迈克尔初步有了月狱计划 他通过制造断电获得了出外检修的机会 并趁机获得了一个最方便观察的求是 另一边,在林肯的运作下,监狱的掘墓人换成了雷类 他会帮迈克尔从外部腐蚀掉围墙的铁网 另外,知道了这次月狱行动的还有马洪和马宝哥 不过,迈克尔似乎并没把他们算进去 现在,离他们最终行动的时间只剩下两天 迈克尔必须加快进度 深夜,迈克尔从窗口丢出一些脆巧克力 进去里的老鼠很快就过来觅食 但老鼠吃得正香时,围栏外的行车车突然亮起灯 灯光照到了老鼠,巡警一枪将它打死 看来夜间进去内的戒备是无懈可击的 马洪继续贴身跟着迈克尔 他时刻警惕自己被迈克尔甩掉 一大早监狱里就来了新人 穿戴整齐的永强一到这里就被黑金刚抢走了皮夹子 这时,林肯又来探监 迈克尔说自己昨晚在观察情况 暂时没有发现机会 林肯说苏珊抢走了韦斯勒那本鸟类指南 迈克尔问他有没有要求看萨拉和LJ的最新照片 林肯一听就开始紧张 他至今不敢告诉迈克尔萨拉遇害 只好随口应付 说苏珊上次已经被惹恼了 现在态度强硬 迈克尔没有怀疑 他要林肯准备好接应的车 在监狱外半英里等 时间是下午三点 林肯没想到 迈克尔打算在大白天越狱 迈克尔解释说 监狱外有行逻车 他们会彻夜在那里监视 连只老鼠都逃不出去 只有白天行动才能避过他们 迈克尔回来时 用枪已经被抢的只剩内裤了 情形就跟之前的马宝哥一样 但他并没有太在意 他的注意力似乎都在韦斯勒身上 迈克尔让篮球小子 帮他弄来两块手表 篮球小子对他这种 总是用奇怪东西干奇怪的事 早已经习惯了 这次干脆连原因都不问了 不过 迈克尔要的双头望远镜 全金玉只有老威廉有 但他是绝不会出售的 既然如此 迈克尔干脆连钱都省了 直接从老威廉那偷了过来 他告诉韦斯勒 越于行动明天就开始 逃出索纳的方案是 先突破围栏 因为那里已经被腐蚀得很薄弱 接着依靠绳索和梯子 从围墙上爬过去 这个过程需要避过城楼上的两名警卫 他们是白天唯一能发现逃犯的守卫 根据迈克尔昨天挖土时的观察 其中一个守卫 会在一段时间内 因为强烈的太阳光而转过身去 而他们则需要 找出另外一个守卫的弱点 行动定在明天下午的足球赛时 那会吸引大部分人的目光 给他们制造机会 虽然现在的计划还有较大的风险 但已经是迈克尔唯一能想到的了 与此同时 林肯和索菲亚也在为逃亡路线做着准备 苏珊提醒林肯 他们只剩下34个小时 在此之前 LJ会很安全 雷雷在担任了绝母人之后 就遇到了乐奇的表弟奥古 对方不但能叫出他现在的假名 还热情地邀请他搭便车 雷雷很警惕地拒绝了 奥古却拦住了他 请他帮自己一个忙 说他与前任绝母人有个交易 帮他送一些东西到监狱里 这样就能得到5000美金的酬劳 银色就能获得5000元 这对雷雷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 于是就答应了对方 马宝哥对新来的永强主动示好 并给了他一些吃的 避免他像自己以前那样惨 但永强并没有结伙的意思 他对迈克尔更感兴趣一些 似乎一直在暗中注意着 迈克尔和韦斯勒他们的行动 中午时候 迈克尔和韦斯勒开始监视工作 他们各用一个望远镜桶 负责观察记录 两个守卫的所有行为 马宏负责给他们望风 韦斯勒边观察 边跟马宏聊着一些 他们出去后的打算 时间来到下午 由于强烈的光线反射 其中一个守卫 偏向了远离牢房的另一边 大概有六分钟的时间 视线不在进区内 连韦斯勒丢到外面的球 对方也没有注意 而迈克尔监视的守卫老胡 就一直到三点多钟 都尖数岗位 一动不动 不过 迈克尔注意到 老胡有台电视 而他是个体育迷 一直在听比赛 四个小时内 有两次信号不好 老胡都要停下来 不弄天线 这个过程虽然不长 但他们可以利用一些设备 想办法干扰信号 迈克尔刚说到这里 就发现外面有人在偷听 当他跑过去看时 刚站在那里 听墙讲的涌墙 已经溜了 同样注意到 永强不对劲的 还有马洪 他刚刚离开放风的位置 永强就跑了过去 明显就是在监视迈克尔他们 马洪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不够严重警告他 管好自己的事 别再偷偷摸摸 林肯和索菲亚 到索娜附近去探路 路上索菲亚聊起 他和韦斯勒 是在一个叫桑伊萨的地方认识的 这时 他们的去路突然被拦住 一军武警跳出来 阻止他们继续往前走 警察说 索娜附近的连营里内都被封锁了 所有车辆不准通行 他们是因为林肯的身份 和他要去的地方 林肯想起刚才索菲亚说的桑伊萨 就拿出来献血献脉 幸好索菲亚早早准备了旅游证在车里 才勉强说服了警察放人 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道路 来接应迈克尔 迈克尔要做一个信号发射装置 就需要用到微波炉 这一里唯一的微波炉 就在黑胖子的牢房 迈克尔想要直接偷走 但没能成功 他的时间只剩下不到24小时 今天是乐奇美洲的探访日 他的女伴丽娜会准时来提供服务 这种宴服让强哥羡慕不已 但这次结束后 丽娜告诉乐奇 他的表弟奥谷拒绝在付给的服务费 让他自己向乐奇要 乐奇却告诉他 自己从不为女人买单 雷雷将奥谷给的东西 藏在送往监狱的蔬菜里 为此还差点被预警发现 好在他节目人的身份 不容易引起怀疑 登记了一下就猛混过关了 那些蔬菜很快被送了进来 接应那包东西的正是黑金刚 奥谷应该是瞒着乐奇 正在跟黑金刚私下交易 强走牢里那些 本属于乐奇的生意 所以他的生意额 才会不断缩水 强哥把这周的毒品给了马虹 但他说自己不能白给 因为乐奇会核对货款 不过看在朋友份上 他可以让马虹设账 当然 这个随后要付出的代价 估计也不会小 迈克尔第二次投微波炉 终于得手了 他大学时 最先学的就是EMP专业 把能量源放到脉冲器上 将他发出脉冲信号 干扰所有的电子设备 不久后 监狱里所有的电视收音机 都失去了信号 守卫老胡的那台也不例外 听不到节目的他 开始摆弄天线 正当迈克尔以为计划奏效时 老胡竟然发现了他在监视 直接几枪打了过来 射在迈克尔的窗台上 监狱马上拉响了警报 所有犯人都往外冲 乐奇让强哥留下看好里娜 免得他被预警发现 很快的 监狱队长就带着人冲了进来 老胡向他反应 有犯人正在用瞄准镜监视塔楼 他们怀疑 有人私藏了枪支 试图袭击守卫 原来 老胡把望远镜当成了狙击枪 所以才会这么兴师动众 狱警在所有牢房里搜查 强哥拉着丽娜藏进壁橱 侥幸抖过一劫 老胡在迈克尔的房间 找到了其中一个镜筒 然后逼问那是谁的 迈克尔不忍心 看到其他犯人替他受罪 于是主动承认 镜筒是自己的 但那并不是什么武器 老胡用枪逼迈克尔交代 为什么要监视他 不然就地处决 千军一发之际 韦斯勒主动承担了责任 他说那个镜筒是他的 但他只是用来观察鸟而已 说完就把自己的鸟类指南 拿给队长看 还说刚才是因为太害怕了 所以才不敢承认 队长勉强认可了这个说法 但人撤离了监狱 一场闹剧也算是有惊无险 然而接下来的事才是大麻烦 迈克尔的牢房因此被封锁 好不容易做好的电子干扰装置 也拿不到了 迈克尔和韦斯勒都心急如焚 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24小时 韦斯勒说 他们不能够失败 公司的人早已经闯进他的家 拿走了通讯录 他们能找到每一个他所在意的人 迈克尔却说 他所在意的人早已经被公司控制了 他更加没有后路 预警离开后 强哥安慰了丽娜 语气非常温柔体贴 强哥就是强哥 总能在短时间内 让脑子不好使的美女感动 之后他马上到乐奇身边邀功 说刚才万分惊险 不过他还是帮丽娜躲过了检查 乐奇回到屋里 丽娜正慌忙地准备离开 慌忙间掉落了手里的钱 原来他刚趁着没人在时 偷了乐奇的钱 想用来抵偿自己应得的 乐奇正准备发火 强哥出面替丽娜解了威 说那钱是他替乐奇给的 乐奇并不觉得强哥这是为自己着想 反而觉得他多管闲事 于是把他揍了一顿 我们再来看看林肯这边 他和索菲亚去到索纳附近的海滩边 将一些逃往用的工具 事先埋在了那里 之后他们穿过小路 到达索纳旁边的树林 如果幸运的话 他希望明天就能在这里见到迈克尔 雷雷天真的以为 他帮奥古一次就能得到所有的佣金 殊不知 凡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奥古用一部分佣金套牢了他 要他继续帮自己 为了得到剩下的钱 更因为奥古明显是惹不起的主 雷雷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干 迈克尔重振旗鼓 他必须在一天内准备好新计划和一个新的出口 正说话时 永强突然叫住了维斯勒 说自己见过他 就在97年 那时维斯勒的名字是法登 还和美国大使在一起 维斯勒说永强认错了人 但永强一口咬定 他不会认错 迈克尔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他本来就对维斯勒的身份很怀疑 如今看来 他可能根本就不是维斯勒 不过 这并不是他现在考虑的重点 关于新计划 马虹提出了一个思路 昨天在迈克尔他们鼓到设备时 马虹注意到一件事 在两批警卫交班的时候 有一个时间空档 可以走到进去内 马虹就是那时 在交班的地方 捡到了老胡用的杯子 也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时间动手 他们说不定能直接放到警卫 迈克尔认为 这是个很靠谱的计划 所以决定马上开始行动 以上就是越狱第三季 第五集的内容 根据越狱一贯的套路 迈克尔他们的第一次计划失败 第二次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而维斯勒的身份出现新的谜团 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剧情解说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